我們在這邊要呼籲受害者的家屬 還有受害者本身 女中期雖然說她是這一次唯一的被告 但是她一定會秉持著幫助家屬的一個興起 來協助家屬後續包含在意或是後續的相關的賠償的進行 也就是說我們要跟家屬說 女中期雖然是被告 但是她對於自己所做的一個錯誤 或者說一個過失 她是願意承擔的 所以她會跟家屬站在同一陣線這樣 學生要不要自己講一下 學生怎麼會遲到 遲到了10分鐘呢 你們可以後退一點嗎 計程車 骰車 學生今天要會第一次在法庭遇到知識家屬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要在法庭上跟他們說的呢 其實我只是我想表達一個立場 就是說我很支持家屬持續追求他們該有的真相公平跟正義 那我也會如同之前所提到的就是 我會一直站在家屬旁邊 那我覺得不管是 執法也好 然後台灣整個社會也好 我覺得 都應該還給家屬一個 他們應該有的一個真相 還有公平跟正義 好